衣服是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最后一件 小伙伴如果喜欢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下单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关爱 我们明天上午十点开播 再见 小凯 你过来一下 回来了 方姐 咋了 你把工厂那些衣服都先停了 全部停了呀 全停了 那我们得损失多少钱啊 反正那些衣服也不是很多 工厂那边我自己会跟他们谈 宋林她说得对 没有细节就没有品质 所以我太着急把大家都给带偏了 你快去吧 哦 明白 等一下 你把那个直播换下来的衣服 给我拿几件过来 方姐 你要这衣服干什么呀 我把它改一下 你去吧 哦 城外的风雨 海月渐渐的散落 你留下的香气 不曾停恳 身子里的模样是红着脸 对待了多少回味 温柔的环节 如果说鲜爱的情节 不输些错过 恍惚了年轻的我 我们该拥有的指纹 如果说学会不经 你舍不懂的 如果说还爱着 后来呢 如果说你也爱了我 请记得我们的每个片刻 何必说服别人的拥有都难得 如果说你也舍不懂 不用和我一样寂寞 有心的情迷过 即使爱曾经将灵魂 方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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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怎么了 我以为会被禁播的 禁播什么意思 直播没关 宋总啊 一心促成了这个好项目 而且还提了很多 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挂名赞助非你莫属 但是为了保证节目的多元性 泰里进步研究啊 最终还是决定 让百赛集团也加入进来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这没什么问题 小组聊一下节目的事吧 参赛这方面呢 第一轮筛选已经结束了 还剩不到十个名了 报名还是三天结束 而且今天人到的比较奇 我的意思是 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 一起讨论一下 如何增加我们节目的趣味性 说到趣味性 我刚才看了一个设计师视频 还挺有意思的 什么视频 咱来看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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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怪不怪啊 现在一些年轻人 为了出名什么招都有 小左 在这方面把意下关 不要让一些非正常因素 拉低节目水准 五分钟改造一件衣服 工艺无从考究 但凭这个创意 废物变薄有点意思 好 宋总 你觉得呢 接下来我们要经常见面啊 请多多观照 我们认识很久了吧 大概认识多久了 七八年吧 这么久了 也是您这两天都有格外照顾 我觉得每次 姐姐把你给我添的麻烦之后 都有成长 也不知道这次要成长哪方面啊 胜头你真会开玩笑 遇死遇死了 我们虽然认识这么多年 合作还第一次吧 合作愉快 我也很期待呀 什么东西啊 听说袁一维要加入节目 消息挺快 这里边有她的黑料 我可是费了不少关系 才搞到的 然后呢 就这个 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你想报她的料 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吗 我当然不需要吧 但是呢我就想让你知道 我尊重你的意见 这跟踪偷拍这种低级炒作 有意思吗 你说的低级炒作 对于很多人来说 那是上升的通道 你现在节目的搜索量 你不会不知道吧 只有让事件持续发酵 那才能保持热度 你对这个节目所倾注的 所有的心血 才能得到关注啊 这么简单的厉害关系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这个所谓的宣传手段 到最后会宣兵夺主 会背离我做节目的初衷 没有流量 不占用别人的时间资源 那就是没有意义 我希望呢 你能放下傲慢 去看看外界的反馈 你就会知道 我的这个手段 是多么的奏效 奏效你可以去跟 电视台遥控啊 我只是不想在这个 不堪的事实面前 丢了自己三关 不堪 宋总 人与人之间呢 无非两种情况 情感绑架或者是利益绑架 我倒希望我俩是第一种 不过呢 不要因为男人奇怪的自尊心 失掉了利益 毕竟在我眼里 你是一个理性的商人 对啊 我是个理性的商人 所以请你立刻停下 你手头所有的动作 我会用我的专业手段 去获得我应该有的关注度 好好好 我保证你 事件结束之后 我就澄清我俩之间的关系 这样节目的热度也有了 你的形象也不会受到损伤 你挺聪明的 就是聪明的人不舒服 我聪明还不是为了配得上你吗 有需要的话来找我吧 你会需要的 我会想办法 我会想办法 我一定要有了 我可以想办法 我会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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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喝多了是不是 干什么 泡泡泡 什么 我说你就打脸吧 你不是之前人 特别瞧不上我吗 就是我经过我这个人 不懈的努力 不断地拼搏 我最终接到了你们 漫风集团的邀请 清不清晰 意不意外 那叫通知 不叫邀请 行了 别再往回办了 我知道你们的面子 我就是想要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每个人都有可能 会把自己的梦想 实现出来给你看 叫什么意思啊 你不信啊 你要不要我把那个 通知书拿给你看啊 还给我发了 我都睡觉了 好 我 我就是想来告诉你 我成功 我入学了 好 我扫了 再见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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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啊 带你去追风去 我已经出现了 那别动啊 走 其实你一开始说 说我不行的时候 我就总觉得自己不太行 总比别人爱班姐 我就在想不对吧 是有人退赛了呢 还是你看我可怜 故意给我放水呢 然后我就给五三打电话了 五三就是那个小左 我一听到他反应 我就觉得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像你这种菜鸟 还不至于让我违背原则 什么叫我这种菜鸟 这儿你就不懂了吧 人家需要的就是我这种人 接地气又励志 可我不是因为这些标签 被选上的 我是因为自己就很努力 怎么样 我很棒吧 真没看出来 你就是气度 你是不是要我夸夸你 让你高兴高兴 我不学夸 我是真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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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真的很不错 车放 车放 你是真的很想参加比赛是吧 废话 我不想参加比赛 我之前干嘛做那么多准备 既然你那么想参加比赛 我要提前跟你讲清楚 这一次你参加比赛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问题 对手都比我强势吧 没关系 我没再怕的 其实我能入选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你这次能入选 确实是被人放了水 但那个人不是我 所以比赛开始之后 可能会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 你要 你要先想好 其实作为朋友 我应该避嫌的 但是你要是让我装得 什么都不知道 我心里过不去 谁给我放的水 这次比赛 已经不是万峰独家赞助了 现在的赞助上还有百赛 百赛是万峰的老对头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百赛集团的老板苏一山 不知道通过了什么途径 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所以这次你的入选 就是他动的手脚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他为什么要帮我 这不是帮你是利用好吗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吗 我现在也受不好 算了 不说了 回家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退赛 把机会留给更有资格的人 是我不配 我不是让你这么解决问题的 那你干嘛要跟我说这些啊 那你干嘛要跟我说这些啊 我是不是也给你 那我回应该是什么 我不是让你帮我 我给你帮我 我给你帮你帮我